今天我们说一下李舒福的高光时刻 吉利收购沃尔沃 时间回到02年 李舒福历尽千辛万苦 才给吉利争取到准生证 那个时候 吉利的车虽然质量不怎么样 但是胜在价格好 一年能卖4万多辆 钱赚到了不多 公司有问题不少 但就这样 李舒福觉得 收购沃尔沃 它可以 大家好 这里是海力汽车台 我是逆向研发爱好者海力 为什么是02年 911恐袭以后 国际石油价格大幅波动 而之后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让石油价格长期处于高位 这让以油耗高而闻名的美系车企 日子越过越难 作为沃尔沃的老东家 福特也未能幸免 打02年 福特就开始亏 到了06年 福特扛不住了 换了个CEO 阿兰·莫拉利 开始执行One Ford战略 简单点说就是大甩卖 首先被卖的是阿斯顿马丁 捷豹路虎紧随气候 再之后 马自达的20%股份也未能幸免 但这一切 仅是羊汤纸费 杯水车薪 仅06年 福特就亏损了127亿美元 相当于每天亏损0.35亿美元 得成人民币是2.45亿 每天 和传统发达国家汽车市场 一片鬼哭狼嚎不同的是 新兴市场风景 这边独好 而中国又是新兴汽车市场里 最亮眼的那颗星 从2000年开始 中国汽车市场 就以年均24%的速度增长 成为了全球车企的诺亚方舟 当时 挣着大钱的中国车企 就都想冲到国际市场上 超低优质资产 但成功者甚少 反而是没那么多钱的吉利 成功拿下了猛虹和DSI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阶段 李叔福有目的地积累了固定资产 还有擅长投资并购的 职业经理人团队 为收购沃尔沃做准备 但是就算这样 吉利的规模和一线合资车企 都相差太远了 在08年以前 一汽 上汽 东风和广汽的年销售额 就都已经达到了千亿级 利润也都是百亿级的 和他们相比 吉利的销售额要去掉一个零 利润要去掉两个零 还得再打个五折 但是李叔福怎么能忘记沃尔沃呢 07年9月 李叔福给福特美国总部 写了一封挂号信 信的内容就是 我想收购沃尔沃 福特的财务总监勒克莱尔看到信 直接给拒了 当时的福特虽然一直亏钱 但是沃尔沃轿车 一年能卖150亿美元 相当于1000多亿人民币 而07年 吉利的年利润才是3亿人民币 如果按照这样的画风发展下去 吉利和沃尔沃肯定就没啥缘分了 但一场次贷危机改变了这一切 07年8月 次贷危机席卷全球 当然也没有放过汽车行业 金融和房地产的动荡 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和消费积极性 需求的下降 让以车企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增长发力 福特的日子亏上加亏 08年 福特的亏损进一步加大到146亿美元 但除了沃尔沃 福特已经没有可卖的品牌了 要不是福特早在06年 就把全部资产抵押给银行 换来了230亿美元的贷款 他可能就跟着他的老对手 通用和克莱斯勒一起破产了 无奈之下 在08年12月1号 福特把沃尔沃摆上了货架 标价60亿美元 李淑福和他的吉利等了6年多的机会 终于来了 当月吉利就组建了收购团队 成员包括尹大庆 赵福泉 张鹏 袁小林 沈辉 同志远等一众高管 尹大庆是吉利的CFO 在加入吉利以前 他是华晨金碑的CFO 亲历了华晨5年实现48亿元利润的 金碑海诗神话 04年成为吉利的CFO以后 他先是一手策划了吉利05年香港借壳上市 之后又坐镇06年收购英国猛桶21%股份 和08年闪电收购DSI 赵福泉是日本广岛大学机械工程系博士后 美国汽车工程师学会院士 曾经在通用和克莱斯勒工作7年 在底特律5万多华人工程师里 赵福泉就是那种业务能打 人脉广泛的顶流人才 06年成为吉利技术总裁以后 他一手打造了吉利的研发体系 后来在沃尔沃技术估值和转让的过程中 也发挥了关键作用 张鹏是人大的经济学博士 加入吉利之前 他是英国BP 也就是英国石油的集团财务与内控高级顾问 张鹏一辈子只专注一种工作 那就是收购 作为张鹏在BP的同事 袁晓琳有一段特殊的经历 他曾经当过7年的外交官 在处理政府关系上有广泛的资源 他俩加入吉利 任务只有一个 就是准备收购乌尔沃所需要的各种文件 之前的菲亚特中国区的董事沈辉 和北京奔驰的一把手同志远 事后也加盟了吉利 主要负责收购过程中面临的运营问题 在财务顾问的选择上 李舒福找的是 时任罗斯柴尔德银行大众化区总裁的余力平 希望罗斯柴尔德能够担任吉利收购乌尔沃项目的独家财务顾问 这不是李舒福第一次和余力平打交道了 06年吉利收购猛同的时候 余力平就给吉利提供了财务服务 这里也跑个题 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一个来自欧洲的 历史非常悠久的富有的犹太家族 这个家族的名字 时不时出现在世界阴谋论里 就在吉利找上门来的同时 罗斯柴尔德法国团队 也收到了来自法国雷诺收购乌尔沃的请求 按行规来说 罗斯柴尔德必须二选一 换你你咋选 没疯的话肯定选雷诺吧 傻子才选吉利 罗斯柴尔德的中国团队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余力平就很认真地问李舒福 如果遇到困难 你会不会退出 李舒福说了四个字 勇往直前 当时李舒福的态度十分坚决 赌上身家性命 大不了回家种地 余力平也被这股韧劲打动了 于是他从吉利民企的公司属性 以及中国汽车市场未来前景的角度出发 说服了中国团队 并且多次单挑罗斯柴尔德家族掌门人 大卫罗斯柴尔德 最终获得了公司的支持 让公司放弃了雷诺 而成为了吉利的服务方 在罗斯柴尔德内部 余力平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时任罗斯柴尔德欧洲投行主管的 汉斯·奥诺夫·奥尔森 非常支持余力平 这个人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那就不得不说一下他的背景了 奥尔森曾经在乌尔沃工作了40年 做过乌尔沃全球CEO 他看好中国这个新兴市场的潜力 不仅在谈判阶段 帮助吉利牵线高盛集团 获得关键融资 还在吉利与沃尔沃工会的沟通 和谈判的过程中 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这些精英的背后 还有全球顶尖律师事务所 富尔德 会计师事务所德勤 著名汽车咨询公司 罗兰贝格 和著名企业并购公关公司 伯然思维 还有英国猛同的上百名 在各个领域 具备丰富经验的专业人士 这个由200多人组成的团队 集合了中国汽车行业中 最有实力的职业经理人 以及全球顶尖的财务 投资 研发 管理 销售 运营方面的国际人才 自此 吉利收购乌尔沃的 超豪华收购团队 集结完毕 可问题是 作为卖方 福特有权选择买家 而且福特压根就没看上吉利 李舒福是怎么做的呢 死缠烂打 除了之前写信 08年初 借着吉利参加底特律车展的机会 李舒福亲自跑了一趟福特 与福特部分董事会成员和高管 进行了第一次会面 表明了他想买乌尔沃的决心 但是这次会面 仍然没有取得实质进展 一方面 是福特还是不相信 吉利有能力收购乌尔沃 另一方面 福特对留下乌尔沃 还抱有一丝幻想 乌尔沃这个品牌 福特太舍不得了 和福特之前卖掉的 阿斯顿马丁 杰鲍禄虎都不一样 在99年把乌尔沃买到手以后 福特累计向乌尔沃 投入了100多亿美元的研发经费 并且和乌尔沃 共享大量核心技术 为了获得福特的认可 李舒福邀请福特的独立董事 前高盛集团总裁 约翰·桑顿飞赴北京 李舒福提供了前后 5年时间准备的 250多万份 有关收购乌尔沃的研究文件 打动了在资本市场上 翻云覆雨的桑顿 回去以后 桑顿向福特董事会汇报 福特应该认真考虑 吉利的收购建议 09年3月 福特正式通知吉利 递交标书 这表示 吉利终于有资格买沃尔沃了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 要准备多少钱 虽然福特开价60亿 着实有点漫天要件 但是罗斯查尔德在评估以后觉得 吉利怎么也得准备个 20到30亿美元 也就是折合人民币 140亿到210亿元 才能拿得下沃尔沃 这对于08年盈利 只有10亿元的吉利来说 哪有这么多钱呀 怎么办 借 不得不说 在借钱这事上 李叔福和他的收购天团 个个都是人才 吉利先是自己拿出了 41亿元现金 这也是来自吉利 自己现金流的 唯一笔资金 据说 这里面还有李叔福 民间借贷的钱 还是据说 单笔最大金额是6亿元 说实话 我真特好奇 什么样的人 能有6个亿让别人借 在有了这笔钱以后 李叔福还通过 未来的工厂选址 获得地方政府的投资 通过不断的争取 最终李叔福 争取到了黑龙江大庆 和上海嘉定区政府的投资 大庆借款30亿 嘉定借款10亿 共计40个亿 这两笔钱加内41亿 一共是81亿 但还是远远不够 怎么办 李叔福找到了高盛 说服高盛 向吉利在香港的上市公司 投资3.3亿美元 这里补充一个小知识 按照金融监管规定 李叔福不能把高盛这笔钱 用来收购沃尔沃 但是这笔钱 却让吉利的股价 从1.81港元每股 涨到了4港元每股 吉利用股价上涨 带来的资金 继续购置资产 然后抵押 进而继续借贷 但就算这样 钱仍然不够 怎么办 从海外借 在吉利借钱天团的运作下 在商务部的支持下 吉利先后又从乌尔沃的 老家哥德堡 欧盟内的银行 以及中国银行 浙江分行与伦敦分行 锁定了15亿美元 准合人民币105亿元的贷款 可以说 吉利用尽了大家知道的 和不知道的所有借钱手段 可是就是这样 钱还不够 于是吉利决定 看价 09年7月 吉利进入第二轮竞价 这一次 吉利要提交的 是包括报价在内的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 从3月到7月这段时间 吉利的收购团队 查阅了数百万字的 法律 财务和会计内容 在这个过程中 吉利发现 09年这波金融危机 对欧美汽车销量冲击很大 这就意味着福特也好 沃尔沃也好 现金状况会在09年进一步恶化 于是吉利就提出来 给我便宜10亿美元呗 福特没啥办法 又挺生气 索性就把谈判给停了俩月 趁着这俩月 吉利派人跑到哥德堡北边的 科罗尔海坦 也就是萨伯的总部转了转 大概意思就是 沃尔沃要是太贵 萨伯也挺香 挺香 挺香 给福特整个一点招没有 于是便宜了10亿美元 紧接着 CFO引大庆又发现 过去三年 在沃尔沃销量增加的情况下 福特对沃尔沃的研发投入 同比反而减少了17亿美元 这也不公平 再给我便宜17亿美元 就这样 两次砍价 吉利把收购的价格定在了18亿美元 再加上收购后的运营费用 大约9亿美元 总标的大约27亿美元 09年10月31号 吉利终于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福特宣布 吉利成为沃尔沃首选的竞购方 雷诺退出争夺 这就意味着除非收购计划流产 吉利是唯一一个 有资格收购沃尔沃的企业 但就算这样 还是不够 大概还差2亿美元 这2亿美元最后是谁借给吉利的呢 是福特 福特以卖方融资的方式 给吉利凑够了这最后一笔 卖掉自己心爱的品牌 还能给买家补上这最后一笔钱 我只能说 福特这个钱东家是真爱沃尔沃呀 反正海里佩服的五体投地 如果你和我有一样的感受 可以选择一键三连 或者把投币打在公屏上 09年12月23号 也就是圣诞节前夕 吉利与福特宣布 双方就收购沃尔沃交叉公司的所有重要商业条款达成一致 然而 事情仍然没有结束 在正式签约前 李舒福还面临一个重要考验 沃尔沃的瑞典工会 外企的工会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上汽最有发言权 06年 韩国双龙工会要求上汽再次注入100亿元资金 上汽坚持以裁员换助资 导致与双龙工会决裂 进而导致双龙破产 之前收购双龙的40亿人民币彻底打了水漂 在吉利竞价的整个过程中 沃尔沃工会一直在流露悲观的情绪 因为他们无法相信 一个成立不到20年 老板是靠卖电冰箱起家的中国车企 可以保住他们的工作 可以复兴沃尔沃 而不是把生产线都迁到中国去 但沃尔沃工会不了解的是 吉利在处理工会问题上 已经积累了充足的经验 所以当20年1月底 沃尔沃工会代表团访问吉利的时候 工会代表们看到的 是吉利准备了一套超过1万页纸的 完整且真诚的计划 里面包括人事 运营管理 产品定位等诸多方面的信息 更为重要的是 吉利还为沃尔沃制定了全新 而且详细的复兴计划 并表示将积极推动沃尔沃 在中国市场的发展 并将这些内容 都作为并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记录在案 为了彻底打消沃尔沃工会的疑虑 李淑福还邀请沃尔沃工会代表 到猛同位于英国考文锤的工厂 和澳大利亚DSI研发中心访问 当地的工人说 吉利是个好东家 我们的饭碗都保住了 最后 当李淑福在沃尔沃位于比利时的工厂 与工会代表直接面对面的时候 工会代表问李淑福 为什么想买沃尔沃 李淑福脱口而出 我爱你们 吉利在工会问题上的充分准备 让工会代表十分满意 沃尔沃工会在随后发表声明 支持吉利成为沃尔沃的股东 2010年3月28号 在瑞典哥德堡 中国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淑福 与美国福特汽车公司 首席财务官刘易斯·布斯 在收购协议上 签下了各自的名字 这距离李淑福利的收购 沃尔沃的flag 已经有8年了 从07年9月吉利发给福特的 那封挂号信算起 在经历了两年多 漫长艰苦的谈判以后 在经历了诸多的质疑和非议后 中国第一家民营车企 在他13岁的时候 收购了百年北欧老店沃尔沃 在签约现场 李淑福光是文件签字 就签了半个多小时 签完字以后 他趴在桌子上一动不动 大家都以为他累了 到了需要跟吉利总部视频的时候 李淑福缓缓抬头 眼泪不住地往下流 在同一时期中国车企的对外收购中 北汽买到的是 萨博已经淘汰了的车型的图纸 上期的48%股权 最终和40亿人民币打了水漂 而吉利获得的是 百分之百的股权 单净的知识产权 和一个享誉世界的品牌 这是何等艰辛才换来的荣耀 李淑福和他的谈判团队 不仅在两年多时间里 持续高强度的工作 还要承受难以想象的心理压力 当然还有每天都会增长 近百万的贷款利息 没有点信仰是扛不下来的 在回忆这件不可思议的壮举时 吉利的法律顾问 纵横行业30多年的 著名律索福尔德 评价这场收购为 我们经历过的最复杂的并购案 而余丽萍则说 有无比的崇高感 而收购沃尔沃 成为所有的参与者 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感觉一辈子 但了这一件事就足够了 李淑福无疑是幸运的 他赢得了这场豪赌 与幸运相比 李淑福无疑更是勇敢的 正如古罗马作家 泰伦提乌斯所说 幸运后爱勇敢的人 吉利成功收购沃尔沃 是当时中国汽车行业 最大规模的海外并购案 也是中国车企 首次收购国际豪华汽车品牌 这改写了中国汽车工业 无独立豪华汽车品牌 与核心技术的历史 这次收购的成功 也为中国车企 带来了新的思考 中国车企 在世界汽车企业的围堵下 如何突围 如何找到破局点 而李淑福和他的团队 通过收购沃尔沃 向世界证明了 中国汽车人的专业 勇气与信念 他们通过250多万份文件 和800多个日日夜夜 向世界展示了 中国汽车国际化的决心 对于买买买爱好者李淑福来说 成功买到沃尔沃 也让他的吉利 彻底走上了 全球商品的康庄大道 那么他的下一个目标 又是谁呢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还请关注点赞和转发